一个说自己脑子有问题的人 其实他正在迷惑当中 一个说自己什么都记不住的人 其实就是懒得什么都不想记 犹如一只迷失的羔羊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没有信念的人是很难学佛的 师父还说 没有信念的人是很难学佛的 要坚强抑制的人是很难改变自己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师父的佛言佛语 没有佛法 我们的善行多么苍白无力 不能说是善的 只是一种利己或因果的随波逐流吧 只有开佛之鉴 大彻大悟 戒定会才有真的善 如如不动才能出三戒 感恩分享 这位师兄分享道 这位师兄分享道 学佛以后 感觉内心充实了 有方向了 虽然阻碍和磨难也同时存在 但是感觉自己的内心 开始慢慢地在转变 变得慈悲了 变得更能够理解他人了 也慢慢尝试换位思考了 包容别人了 也知道了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所在了 学佛以后的授意 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感恩今世的佛缘 是呀 下面这位同修分享道 因为马来西亚这里 疫情原因实施全面封锁 我们出行要向相关部门申请批准信 否则不能出远门 因为我的资料有限 所以可以申请到批准信的几率很低 我又有事情必须出一趟远门 我前前后后打了几个电话 都没申请到批准信 晚上 我给菩萨上晚香的时候 跟菩萨祈求 希望可以顺利申请到批准信 让我可以出远门 隔天一早我睡醒 马上就试看看 再打电话申请批准信 神奇的事情是 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位非常友善 又有耐心的官员 他马上就答应帮我处理批准信的问题 我喜出望外 我想真的是菩萨保佑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这个官员人特别好 连我老公的批准信 也答应帮我处理 他的效率也特别快 我很快就收到 他帮我弄好的批准信 这次可以这么顺利申请到批准信 并出远门 真的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谢心灵法门 祝我找到一份如意工作 五月份开始找工作 跟大自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祈求 想找一份工作不是很忙 薪资可以的工作就行了 期间面试过几家公司 要么忙 要么就是太远 期间 我一直念经 许愿 放生 看白话佛法 我已经于六月份正式上岗了 工作环境优美 工作不是很忙 最重要的是 独立办公室 可以念经 点经文组合 小房子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姐妹的 有一个姐妹的姐夫呢 去喝酒了 这个姐夫呢 晚上喝了醉醺醺的呢 回家了 姐姐呢 非常生气 但是对着一个醉汉呢 她又没办法发火 这个 她的老婆很厉害 就给自己嘴巴上 抹了很多的口红 然后呢 在熟睡的老公的脖子和脸上呢 清了好几个印子 第二天 等姐夫睡醒了 姐姐就找这个借口 开始和她吵 跟她吵 问她 你昨天晚上 到哪里去鬼混了 然后就骂她 婆婆呢 过来劝嫁 一看到儿子脸上 和脖子上的口红印 上去就给儿子一个巴掌 啪 过后好几天 姐夫都在努力的回忆 喝醉酒的那天晚上 我到底干啥了 人在红尘 昏昏沉沉 对自己所做的一切 常常是失魂落魄 所以学婆人 每天要少生气 心要静 意要明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 去适应不同的生活状态啊 看破了放下了 心情舒畅 学放下 不跟自己过不去 善待众生 莫烦恼 学会远离 就是好 你们跟着台长学佛要懂得不说对不起别人的绝情话 否则你自己会伤透他的心 也会伤透你自己的心 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长期的累积伤害 最后你一定明白 钱买不回他的心 你才能知道当初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而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呢 累积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每一天做一点坏事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是一个大坏人 你每一天做一点好事 三百六十五天一年 你就是一个大善人 累积功德 让你直上青云 累积业障 会让你在人间活得像地狱 即使你不变 对方也会对你改变的 人要学会舍 优舍才能得 舍得现在的利益 学会对人包容 用无限的慈悲 才能得到未来 无限的希望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看到别人的成功 这时才感到自己的悲哀 看到别人的努力 当时只感到别人的辛苦 犹如看别人爬山 觉得很辛苦 当别人在山顶上 一览无限的风光 享受无限的喜悦 这时才感受到 自己在山脚下的渺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